它就收起來 所以其實你在錄影就看不到 沒辦法看對不對 對 所以你要把它暫停 然後才會看到剛剛的畫面結合起來是怎麼樣 暫停也沒有 暫停也沒有 暫停只是這樣 有沒有 我會用快速鍵的方式做 假設我用這一套錄影 這樣這一套其實也不錯 那我就選好我要錄影的大小 尺寸 對 那我把位置調好 當然全螢幕也可以 好那我就選擇我的錄音聲音有沒有 聲音是來自哪裡 是系統的跟麥克風 好 那甚至它也可以只錄webcam的 嗯 我現在在用了 所以它可能就錄不到 好 一樣有快速鍵 其實這個應該是中文的 我剛剛去到那個 可能沒有找到 英文網站了 它有中文的 所以這個鍵面是中文 OK 倒數 我是蠻滾 你可以先用這個 那如果你有需要webcam的畫面 它可以隨時叫出來 只是因為現在正在用它做不到 而且你可以自己調 看我要放哪 對 這個是直接看得到的 那又可以自己調 那不喜歡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而且它連筆都幫你準備好了 喔那還不錯耶 所以它有它的優點啊 你看 而且筆記你收起來 筆記還可以在 就是你可以繼續操作喔 可以像這樣繼續操作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需要把筆記清掉 我把在這邊把它清掉 那好了 我就來這邊打個勾 好 做好了 那現在沒有錄到聲音沒關係 因為那個webcam只有一個 好它可以直接把它存成影片 或者你如果要編輯 剪接還有簡單的剪接 所以我覺得這個線上的還可以 那你看它存成這個MP4 存成MP4檔案就會比較小 它等於說其實它原本在錄的時候 其實也是MP4 可是它的壓縮比沒壓那麼多 那所以第一次等於說 暫存區裡面錄下來那個檔案 會比較大一點點 可是你經過這邊 它再做一個輸出Safe之後 它的檔案大概可能就只有二三 就是只有它的大概二十或三十分之一 就是那個壓縮比它在輸出等於 所有軟體幾乎都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你這樣做的時候 它這樣出去 就是要有 剛剛那個 因為我現在比較短 如果比較長一點點 它就是會有一個輸出的時間 就要等下 對對對 所以就看你想要用哪一個 以現場錄製來講 這個也還算可接受 其實你現在不輸出對不對 好像沒有保存 它原本舊的那個就是第一次的還在 那你可以有空的時候 回去再整體 再另外做轉檔 這樣也是一種方式 只是我自己習慣上 我是用這個 因為像這樣 我們